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麻烦的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维特里希从2013年开始就在上海科技大学i-human研究中心带领专案研究 一直以来他都使用一年多次签证 如今获得永居身份证不只方便他办理入境手续 也为他的工作带来便利 而他的太太目前也正在申请中国永居的身份 不过这样的特权可不是人人都有 包括维特里希在内 今年为止只有六位外籍人士才享有这份殊荣 上海市政府近年来连续公布了多项吸引外籍人才的利多措施 包括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申请条件 放宽外籍人才就业年龄 简化入境和居留手续等政策 在这一连串利多政策的刺激之下 目前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达到21.5万人 占中国全国的23.7%位居首位 只是上海极尽所能地吸引外籍人才 但对本地居民却异常严苛 之前才传出持有绿卡的上海市民 恐怕将会被注销户口 现在外籍人才却只要上网申请就可以取证 看在上海市民的眼里 心中恐怕是五位杂成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刘欣整理报导